今天检查了这一个孵蛋机 然后还是有两个科尔牙的蛋是出来了的 但是不幸的是只有一只活下来 另外一只就挂了 OK 这一个就是之前我们影片看过的 它的那几只科尔牙生的后代 然后这几只科尔牙平均它们的嘴巴都是在2.5cm左右 因为这一个是之前我们进口来在马来西亚饲养的 然后这个其实是第二批蛋的孩子来的 如果喜欢科尔牙的朋友然后可以联系 然后我们只有少数在做而已 其实是当宠物在养 然后它有生到就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这个鸭子的话需要养多一整一个月左右吧 它才会开始正常的吃完 然后一个月左右的情况下它还是黄色的 慢慢的多几个星期过后它就会开始退掉这个幼毛 开始长白色的羽毛 所以记得关注我们 让你更有智慧养虫